各位同学及海内外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德胜金融的CFO Mr.Ken Chang来为大家讲解 如何帮你的客户找到最适当的贷款 以便迅速的顺利的完成交互 现在我们就热烈的欢迎 有请Mr.Ken Chang 各位第一地产学校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Michael邀请我来为各位做一个贷款的专题讲座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为各位介绍目前的贷款趋势 因为大家知道房地产跟贷款是紧密结合的 那大部分的房地产交易之所以失败 目前来讲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客人的贷款无法顺利取得 那到底是中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然后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其他好的方案 我想透过今天的分享呢 帮助各位的学员呢 能够更进一步了解到说 怎么样替你的客户呢 能够来顺利的保驾护航 让他们的贷款顺利通过 让房子买卖能够顺利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很多房地产经纪人 我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说 为什么我的客户的房子的申请被拒绝 像我今天早上就是跟一个房地产经纪 住Arcadia的 他现在就是在买卖一个百万豪宅 将近两百万的房子 他也是有一个案子进了Exco 45天 可是最后失败的原因 就是那贷款出现的问题 那到底环节出在哪一方面呢 其实在贷款当中呢 很多时候是客人主动找上银行 可能听到这家银行利息不错 或者是这家银行 有适合他们的贷款方案 所以去找这个银行 来主动办理这个贷款程序 可是呢 常常就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你的贷款被拒绝了 一种就是贷款通过了 那往往这两个过程当中呢 很难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是说 很简单 你的客人不能满足银行所要求的条件 但是真正懂得贷款而来讲呢 主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 真正理由是 你的客人找错银行了 这听起来很有 很直觉 但是呢 真正的关键就是 因为每家银行 他所要求的贷款条件 还有贷款的方案都不一样 所以即使是有时候听起来利率低 但是你的客人情况 不见得是能够通过 往往找错银行的情况之下 不止费时费力 最后呢 甚至想买的房子 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所以关键点是在于 一开始就没有找到正确的银行 那我们现在看一张图 其实在美国有各式各样的银行 少说也有 以南加州为例 至少上百家 几十家 几十种不同的银行的名称 那在这种当中呢 到底哪一个银行 每一个银行都说 你可以 他可以做贷款 然后呢 有些银行说 他可以做外国人贷款 有些银行说 他专门做商业不动产的贷款 但是一旦你把案子丢进去之后呢 事实上 你不知道这家银行 到底有没有办法 能够合法你的贷款 为什么 其实到底很简单 因为呢 第一 每一个融资机构 都有他特别的偏好跟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说他们都有一个box 一个box 这个box里面呢 都有不同的规格 事实上适合他们规格的案子 他才收 那你会问说 那到底银行的要求的规格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一种 就是说 第一 银行要求的规格经常变动 有时候呢 甚至不能跟客人讲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有些银行 他觉得这个现场市场 外国人贷款很好 所以他积极设计了外国人贷款方案 然后呢 在市场上 推 可是呢 等到他银行里面呢 银行有一个policy 就是说 他们的资产 大概多少比例 可以用在这个外国人贷款的融资上面 一旦到你这个额度满了之后呢 事实上呢 银行的内部控管 就会说 要踩刹车 说 这个贷款可能要暂时缓一缓 然后呢 不能再做了 因为已经超过银行规定的额度 但是这时候银行的分行的行员 他不会跟客人讲说 对不起 我们额度满了 他没有办法讲 他只能说我们还是可以做 但是真正你的案子送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被银行百般刁难 为什么 因为他银行不希望再承受这样的贷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客户往往会做冤大头 因为你并不知道银行改变他的游戏规则 那事实上呢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作用 跟他主要的任务 就是帮助客人 能够寻找到最大税设的贷款方案 我们的优势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具备整个贷款专业的审查经验 我个人在这方面大概有15年专门做贷款的经验 我完全了解银行本身对贷款的要求 还有放贷的这个他们所要求的条件 比如在今天的讲座当中 我会跟各位讲 到底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 他到底在看哪些条件 你的客人有没有办法满足 然后呢一旦你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客人呢 增入快速的根据他的情况 决定来怎么样帮他送去最适合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贷款的方案 或者是呢 帮他做一个合理的申请跟安排 所以呢 那我们一部分呢 我们掌握了这个美国大部分的一些金融管道跟资源 那很多人都以为说 在美国申请贷款你是要找银行 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观念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他的金融市场非常发达 有时候其实银行在这个整个的商业贷款 或者是条件贷款当中 他只占了一小部分 而且加上银行本身 他的所受于FDIC的这个控管 所以他事实上有很多的地方 他反而不像传统华尔街的这些金融机构做的那么弹性 待会我在后面的报告当中会跟大家讲 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举例来讲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你在做商业贷款当中 客人去买一个商业不动产 如果你找银行贷款的话 银行都会要求你做个人担保 如果你是几个朋友一起合资买卖的话 这些朋友只要每个人超过20%以上的股份的话 全部人都要做个人担保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身家财产都要拿来跟银行做对赌 万一这个贷款出现问题的话 所有参与的股东呢 你都要负起年代的责任 可是这在商业不动产当中呢 却反而成为一个最大的致命伤 为什么 因为很多合伙的投资人呢 他们并不想 他们只想把他们多余的资金拿出来 做一些商业不动产的统治 但是呢 他们并不想把他们其他的身家财产 为了这个交易呢 做一个跟银行做一个押注 也就是提供个人担保 像这种情况呢 以这种高资产的人士 譬如说医生啊 律师啊 或者是一些企业家 特别关注这种东西 所以如果你去透过银行 申请这种商业贷款的话 你就会面与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走到一定程度前才发现 这个要求你的客人没办法满足 所以事实上就必须 从银行把这个案子抽回来 另外找金融机构 那我们呢 除了在从贷款的方问来看呢 我们除了帮客人顺利取得贷款方面 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们可以替客人的项目 某种程度来讲 起到一定的保价护航的作用 怎么说 因为银行本身它作为融资 至少它大概占50%以上的融资金额 升到60% 70% 所以在审核项目当中呢 它更要去注意一些 所谓的风险掌控的因素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常常跟客人讲说 其实你是等于免费请了一个顾问公司 帮你审查这个房地产投资 里面所隐藏的风险 比如说产权的问题 还有房地产本身 它也没有什么法律上面的纠纷 还有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 它这个如果你是买一些像加油站啊 或像一些商业用途的话 它本身过去有没有一些违法 这个环境保护问题 还有包括现在本身它 商业不断 然后它还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空调设备 一些结构 逐约的条件 这些呢都是贷款机构本身要替你做一个很好的审查 他们才会通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房地产本身 银行的贷款融资通过 那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银行已经替你做到投资 做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那像我们的公司甚至还扮演到什么角色 我很多客人要买公寓融 或买商业不动产的时候 他会把他喜欢的物业 先把他的财务资料付给我们看 我们在帮他审查过程当中 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帮他决定说 你这个贷款大概可以批准到多少 像我一个客人早上才给我 他很喜欢一个Hosamesa的一个apartment 然后呢 那个卖主开价的价格大概是300多万 可是呢 因为现在房地产价格偏高 所以事实上我们根据他的现金流算过 他最多可以只能带到170万 所以等于客人本身还要 掏个大概150万左右的金额 才能顺利买卖这个房子 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可以让客人知道 他需要具备多少的投款 在这部分来讲 让客人能够知道 对这个资金的掌握上 更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呢 我刚刚提到说 其实每一个案件都不一样 在其实 尤其是每一个金融对象 他们所偏好的 这个案件也不一样 那很多时候呢 客人本身的条件可能都不是很完美的 那他主动去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呢 可能往往在做这个案件的审查上面 就是说我们在做presentation上面 没有把自己的条件适当的包装好 所以一下子就曝露本身很多的缺点 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贷款申请往往就被到银行直接给拒绝 那事实上 我们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曾经有一个 西建公寓楼在洛杉矶Downtown Ktown的一个例子 那个客人呢 在雇佣我们之前呢 他已经跟20几家银行联络 没有一家银行借给他这个案子 因为他本身在股权结构 还有在这个开发经验上面严重不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而且他已经丢了20几家银行 事实上 基本上市场上的银行都知道这个案子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他寻找到我们 那我们呢 根据他的情况 我们重新帮他规划 重新做一个股权结构的一个包装 然后呢 让他这个案子呢 看起来更有说服力 所以顺利 最后我们顺利帮他拿到一个 银行的这个贷款的 这个承诺的条件 所以呢 我们跟一般的这种 贷款经济公司有很大的不一样 一般贷款经济公司 他们做的时候 都是只做 加州区域本身 甚至他们只做单一的住宅贷款 那我们本身呢 可以做住宅贷款之外 还可以做商业不动产贷款 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看好的是说 很多投资人 已经开始把触角延伸到外州去 像德州啊 像阿里桑那州啊 或像内华达州 都有 还有甚至 北卡 都有不错的投资机会 因为那个地方的经济 正在很快速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客人在 当地的这个贷款的需求呢 就陪着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也有 我们也可以 我们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管道呢 全美的贷款都可以操作 待会我也在 我们的简报当中呢 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 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贷款方案 那我们公司呢 现在是在南加州地区 Pasadena的市中心 这是我们公司的办公大楼 所以我今天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希望大家上完这场课之后呢 有一些清楚的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呢 第一个你先了解一下 目前美国不动产的市场 它的目前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的贷款动向是什么 那其中一个主要的重点 我是希望帮助大家了解到说 到底贷款的准则是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通过 有些人不通过 你的客人大概是银行 看他是看哪几个条件 来决定他贷款 那这一点对于 地产经济非常重要 因为你不希望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力 花在没办法取得贷款的人 尤其是待会我会跟你们讲说 怎么样帮你们解套 因为很多时候地产经济 常要跟我讲说 我有很多不错的客人 但是我发现我最浪费时间 就是有些客人朋友 介绍的客人 我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也不想把他们的情况跟我讲 可是要陪他们去看房子 那我也不好意思问客人说 你到底贷款的情况怎么样 你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所以到时候我往往发现 从客人带客人去看房子 从59万房子看到上百万房子 所以我客人说 客人情况是只能买59万房子 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说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都跟他讲说 其实你让客人先来找我 因为我们的角色是比较客观 我们是代表银行这一块 然后我们在代表银行这一块的时候 有时候客人为了保护他自己的隐私 他不会把他个人的所有资料 跟这个地产经济讲 但是他必须要跟银行谈办 不然他没办法出去拿到贷款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帮你过滤说 我会跟地产经济讲说 我觉得这个客人 大概他的预算范围 还有他的收入情况 大概可以买50万到80万的房子 或这个客人他财力没问题 200万300万以上都没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地产经济就会比较有一个好的概念 说要选怎么样的房子带客人去看 那成功率相对的就提高很多 也节省掉无谓的一个浪费的时间 然后另外一部分 我会大概介绍一下 我刚刚说的最新的贷款趋势 好消息是因为美国现在经济复苏的情况 加上整个房价都回升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平均房价已经再串率新高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更多的金融机构愿意做一个放宽的动作 那所以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非传统类的贷款方案 那这种贷款方案对各位有什么帮助呢 有绝大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想想看 如果你只知道你一个传统贷款方案的话 可能你十个客人 十个客人当中 可能有只有五六个可以适合传统贷款方案 那剩下三四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帮他顺利做交易 但是实际上这剩下三四个 还可以用这种非传统的贷款方案 顺利的帮他买到房子 尤其现在的市场 又因为欧巴马OG健保的关系 很多人都不想多报税 那不想多报税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他是有能力买房 但是如果你没有多报税的话 你传统贷款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情况之下 那你明明掌握到这个很有意愿 也有资金来源的客人 你要怎么样如何顺利帮他买房 就成为你这个 能够胜出其他地产经济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会介绍四个 我们现在在主推的一些强打的一些项目 然后当然我们本身 也能够直接做这种所谓的传统的贷款 就是查收入贷款 这方面我们非常的强 非常的熟悉 那待会我会介绍一下 这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今天还会讲到说 怎么样帮你客人做不查收入贷款 这部分是大家最关心的 尤其是不查收入贷款 他需要放多少投款 他条件是怎么样 然后呢 怎么样的人可以适用于不查收入贷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可以帮助你的客人 顺便拿到贷款的一些 他需要放多少投款 然后最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剩下来的话 我稍微提一下商业不动产 因为我知道大家如果是刚起步的话 是以住宅房地产为主 但是没有人说他的朋友想买商业不动产 那我这边也会稍微提一下商业不动产的情况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呢 我大概跟各位简介一下 这个是目前美国主要的一个商业 就是投资市场的目前的市场周期 大家知道每一个市场都有一个 他的生命周期 从我们从所谓的谷底到往上爬升 到发展就是价格上升阶段到衰退 甚至到这个衰退的阶段 然后到落入谷底的阶段 每一个市场呢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所有市场都不例外 那到底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市场周期 投资人就会知道说 什么样的时候 我进入这个市场是最佳的时机 那我以这张图来讲 就是说目前来讲 我们观察就是说 如果大家来看一下 从左边到右边的话 就是从复苏期 扩张期到平衡期 然后到衰退期 最后到谷底 那大概可以分为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一般来讲 整个周期大概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一个life cycle当中呢 我们先看一下在顶峰的部分呢 现在就是美国的债券市场 事实上债券市场已经往下走 为什么 因为利息已经开始往上升了 那利息往上升 这就长去稀释 所以债券市场固定收益的市场 就会往下滑落 这是确定的事情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也很有意思 川普当选之后 像股市一直像昨天好像是找了300多铁 那为什么 因为它带来一些政策上的大利多 可是呢 现在也有专家已经说了 现在就是警告投资人说 现在股价股值股市过高 为什么 一样道理 因为过去几年来 股市是属于一个强力反弹的作用 一定走到尽头之后 就是牛市的尽头之后 无可避免就是往下跌 但是这牛市会持续多久 目前来讲就是大概两三年 那如果这个 所以目前的股票市场是属于这个顶峰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左边一点的市场 就是住宅房地产 住宅房地产事实上 是在复苏的周期上升阶段 但是属于在上升阶段稍稍的末期 大家如果观察 从2010年到现在的住宅房地产市场 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从2010年到现在 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反弹的 复苏的程度是相当大的 有些区域甚至达到40% 甚至50%以上的一个强劲反弹 照这种情况之下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 如果在往上推升的动力 已经不像前几年一样 但是基本上 它还是属于一个持续往上走的阶段 然后我们再看美国经济 我们经济也属于 属于商业比较落后一点的 它是还在往上复苏的当中 然后在我们后面有一个 所谓的落后指标 就是商业不动产 可能很多有在注意经济消息的人 会问说 为什么商业不动产 是属于一个落后指标 道理很简单 商业不动产是等到经济好的时候 才会有需求 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 厂商才愿意投资 才愿意扩真人手 才愿意这样大体的招聘新进员工 所以那时候 房地产才会往上走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落后指标 要是被整体的经济 所带动的一个市场 然后最后是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现在是属于一个富士 唯一现在全球在拉动的马车 前几年大概就是中国为主 但是最近这几年是以美国为主 因为美国相对表现起来 是比较健康 而且是往上走的阶段 那像亚太地区的国家 事实上像中国都是属于修正 或往下落的阶段 所以了解这方面之后呢 我们来先要focus在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重点 就是住宅房地产 这张图非常有意思 是我总结给客人的一个观察分析 因此事实上我们这张图 我们从一直长期来观察 这个观察什么 美国平均单一住宅房价的一个趋势 那这张趋势表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可以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留心一些 如果你们今天要注一张图的话 就是这张图 什么图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在这张 在这一个 在这一张图当中呢 有美国市场的一个平均房价 如果大家看这个图的话呢 如果大家往从96年开始呢 事实上这张表格的趋势是急剧往上 所以大家那时候是说 96年是走一个房市的大多头嘛 那事实上这个图呢 从96年到16年 大概抓了20年的时间 来观察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差不多2005年的时候 全美平均房价来到顶峰 就是27万5 平均平均房价 不是中间房价 平均房价是27万5938块的高峰 那之后大家知道 发生了所谓的四代危机金融风暴 整个房市就crash了 crash的时候呢 事实上 你如果从08年开始追踪的话 大家如果家里有尺的话 你们现在可以拿一支笔 往这边画上去 沿着这条线画上去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 03年开始 这个房价已经偏离了一个长时趋势线 如果一条直线从那边挖 发上去的是 已经偏离了 事实上已经偏离就表示什么 已经产生了人为的泡沫 人为的泡沫 那泡沫什么时候会破 我们不知道 但基本上它就是个泡沫 已经违背了长期趋势线 然后呢 事实上 如果大家用这张图在抓平均线的话 那可以看出来 这泡沫偏离的角度非常大 那事实上 所有的原则法规都一样 你只要偏离这个均衡的话 时早都要拉回来 那拉回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 当初后面大家知道的情况 就是泡沫破碎 房地产市场的价格 一跌崩跌的很快 那崩跌到09年 你8年的时候 稍微持平一下 因为那时候 美国政府推出一些刺激方案 我不知道大家还不记得 你那时候 如果第一次买房的话 有退6千块 退8千块的一个方案 来刺激 这个维持这个方式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 就下去跳房子 事实上我们在10年的时候 鼓励客人开始进场抢房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拉这条线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张 这个价格已经低 已经低于了长期趋势线以下 所以我们说 这时候是一个合理买进的时间 当然在11年12年的时候 全美又往下掉一些 但是以加州地区来讲 10年进场的时候 是已经是最低的价格 那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房价是多少 28万2千块 你看这个价格已经超越了 2015年27万5千块的价格 所以有投资人就问我说 Kent 你既然是经济分学家 你是不是跟我讲一下 现在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高峰 是不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另外一个bubble 很自然而然会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应该继续买房吗 我跟他讲说很简单 你就是哪一张纸 哪一把尺 你从这个角度 对这个点 你画一条线 你会发现 事实上现在的价格还是在长期趋势上 为什么 虽然现在的价格比05年来的高 可是别忘了05年到16年有将近11年的时间 有通货膨胀 有物价调整 所以事实上现在价格反而还是在合理长期的区间之内 所以以房地产投资来讲的话 现在进场还不算太晚 而且我跟客人讲说其实2016年的时候全美14周通过了调整最低工资的法案 加州从10块5在2020年的时候也就三年以后会变到15块 将近40% 50%的涨幅 然后想想看那个房对房价的冲击是怎样的冲击 如果你最低工资调整50%你的房子不会跟着涨吗 你日常通生活用品大家如果去超市购买东西的话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变贵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通货膨胀的情况 所以以这样的分析来看2016年的时候平均满下28.2这个高峰事实上不算是真正的泡沫 那我来看下一张图 那这张图很有意思 就是说其实做房地产经济来讲最喜欢看到这张图 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大家可以观察到其实不是全美国各地区的房价都像加州表现的那么好 这张图说明了就完完全全的说明这一点 加州呢因为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所以有从海外来的移民尤其是从亚洲的移民 第一站落脚50%以上落脚就选择在加州 所以加州基本上是一个外来移民人口很兴旺的地方 再加上加州本身有有一个对外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港口的位置 还有矽谷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新兴科技中心 所以其实加州本身它的经济活动大家也知道 加州现在在喊说加州本身是有条件所独立的 事实上加州本身的这个国民州内的生长毛儿是全世界第六名 已经胜过了所谓俄罗斯 比法国还在往前排一点 所以是超越事项主要国家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加州的房地产很有意思的 大家看到这张图 浅蓝色的部分是美国平均房价 这是平均房价中间价位的房子 刚刚那张图不一样 刚刚那张图是平均拉高拉低 这个是中间价位属于中间的阶段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加州的房子基本上已经将近全美中间价格的平均房子的两倍 所以事实上在加州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行业很旺盛 就是房地产跟贷款行业 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需求太大量太大了 你加州买的房子三四十万 在别州可能像样的同样的房子只要十几二十万 所以大部分的房地产公司还有金融机构 尤其这种房地产贷款公司来讲 都是落脚在加州 不是南家就是北家 都是一样的 以前的上市公司都是从加州起家的 因为这个市场是最大的 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 大家会关心一个问题说 也有人问我看到这张图就问我说 那加州房子是不是太贵了 加州房子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bubble 看到这房子 很多人就是 就是那个心态上面就是 先从负面上面的思考 那我怎么样跟他们的理解 实际上有图有真相 我就跟客人讲说 如果你觉得加州房子 现在的房价太高的话 我让你再看一张图 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加州政府所做的研究分析 就是说从1980年到2010年 他们去调查加州在每一个郡 所需要的房子 新建房子树根 所供给跟需求的情况 为什么供给就是 供给就是新屋开建 就是有地嘛 然后申请 要去盖几栋新房 那需求是什么 那些每个家庭都需要有房子住 那需要房子的人跟供给的情况 我们看这张图 一样 深色的部分是需求 浅色的部分是供给 大家如果看到这张图的话 如果在洛杉矶来讲 就是上面的第一张图的话 第一个指标的话 洛杉矶线 大家可以看出来 供给跟需求是严重的落后 供给事实上严重的就是 供应求 供给将近是需求的不到一半左右 那北加州更不用讲了 北加州大概是四分之一 Santa Clara 然后像其他的州 Orange County 像Santiago算是比较好一点 这些地方都有强烈的 住宅新房的需求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有新房子出来的话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是马上就可以销售一空的 那其他的郡呢 就可能没有像那么好的 像Riversite 像什么Ardeno 基本上需求跟供给 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刚刚回到那张图 如果有客人问我说 现在加州房子是不是太贵了 我就跟他讲说 你觉得贵 可是别人还会继续买 因为为什么 市场需求就是这两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讲完住宅市场的时候 我刚刚回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那既然加州房子那么贵 那是不是 很多时候就会有 输入的融资的需求 那我们说融资是 我们常常 我们公司的slogan就是 我们是 We are your best partner for your wealth growth 就是说 我们是你财富增长最佳伙伴 那这句话呢 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实来有志 其实道理很简单 大家知道财务杠杠杠杠杠杠杠 那我举这张图 跟各位说 一个财务杠杠的作用 到底发挥有多大 那我们假设 客人要买一个物业 是一百万美金 然后呢 现在收出大概 净收入百分之七 当然这有点高 因为下周现在市场 可能不到百分之五 跟百分之六之间 那我们先假设百分之七左右 那如果客人说 比照传统来 就是本人有钱 然后我就用现金去砸 我花一个一百万 去买这个百分之七的 回报的物业 好那对不起 那你就是 每年你的现金报酬率 就是百分之七 那我们假设五年后 物业涨板 增值到百分之二十 这是非常保守的阶段 事实上 以加州目前的程度 我们认为 可能不止在五年 三年之间就可以 打价价我们的比方 那我们保守估 五年之内增长百分之二十 比如说五年之后 他卖了一百二十万 那个表格里面 下面的数字不见了 那我说其实很简单 如果到五年之后 增长百分之二十的话 他把物业出售掉 扣掉所有的佣金的话 增长百分之二十 进售的话 他就是赚百分之二十 五年之内赚百分之二十 听起来不错 可是你只要少少的 用一个杠杆 我们跟银行借百分之六十的贷款 左右 那以百分之四点五 拿到百分之四点五的一个利息的 情况来讲的话 你的一个 我们帮客人算过 第一个你的投资 你的投款比例 你就不需要付那么多 你不需要付到一百万 你将含所有的成本加起来 大概付到四十一万多左右 那你的总回报投资率 你会增长三倍 从百分之二十 要升到百分之六十三 百分之六十三 那就是一个融资的动作 可以放大你的投资报酬率 所以同样的一个物业 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条件的情况 懂不懂的 适当的利用融资 事实上是对于你的财务增长 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更不用说我刚刚提到 还有一些附加价值 包括银行 帮你在这方面作用 保驾护航的一个动作 那我来看第二个 那如果这样说来的话 就说那当然很多客户 尤其连加中国来的客户 都想要利用美国 这么低的利息的时候 来申请个贷款 但是贷款部分呢 大概有哪些的程序 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 就是现在目前来讲 典型的一个住宅贷款 它贷款时程大概一般来讲 大概是45天左右 能够放款 那为什么要45天 主要是因为金融风暴之后 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的这种 消费者保护的一些法案 包括说你必须要跟客人事先的 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客人收到资料之后 要有时间考虑 才来决定做这个贷款 那无形当中就把贷款的时间拉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标准 对于这个逆程经济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数字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loan contingency 你什么时候卖家会要求你把这个银行 不可以以这个贷款 没有要放弃这个所谓的贷款审批 来作为这个拒绝继续买卖的这个条件 那现在一般来讲 在那个counter上面是写17天 但是很多时候你去找银行 银行会要求你写21天 为什么 因为中间现在贷款明显的速度拉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从客人申请贷款的时候 到银行approve的时候 其实相对来讲 比较标准的时间是所谓的14天 14天左右银行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做审查这个客人的这个贷款条件 他要去拿到客人的这种信用报告 也要拿到所谓的房地产的估价报告 还要去调产权报告跟保险资料 所以呢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之下 银行一般会说 等到你贷款通过之后 银行说你就可以考虑所利息 然后把利息固定下来之后呢 然后银行再做后续的这个准备贷款文件 然后送到esco去让客人签字 客人签字送回银行之后 银行准备放款的动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事实上标准的时间 我们可以抓出来大概是30到45天 那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长的 因为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会起了很多变化在里头 那中间呢就涉及到为什么 待会有提到银行在要看哪些东西 那最后呢 银行做完这贷款之后 很多人还不知道是 银行还会有后续的所谓的追踪的动作 他要去做 我们叫做Due Diligent 他们有个抽查的动作 抽查说这个贷款在做过程当中 有没有瑕疵 是不是有些地方是有可能被客户误导 万一查出来有什么纠纷的话 他们有权利把这个贷款呢 叫客人重新收回来 那你们不知道这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下一张图 所以呢 事实上整个贷款申请当中 你会想说 为什么需要花30到45天 这么长时间 事实上里面有很多的 一个贷款从申请到放款 事实上可能你觉得是 只要对一个贷款专员或银行行员 见面 事实上不是的 后面所涉及到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牵涉到的这个对象 还有这个会有多少人碰这个案子 至少七八个人 随便你会有需要有房地产经纪 需要跟ESCO 还有Title Company连续 保险经纪接触 更不要说Long Office的接触 还有Underwriter Appraiser 然后加上这些人 都会涉及到这个整个 碰到这个案子 会对这个案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那在这部分来讲 所以从贷款申请审评到放款 其实它整个过程是环环相扣的 那这部分大概就简单 让它知道说 我们在做一个贷款的过程当中 我们分为几个阶段 一个是Origination 就是要收集客人的资料 把它填客人的财务资料 还有填这个贷款申请书 然后去verify他的工作 这些所有的资讯输进去 基本上要有评有据 错的 一个字都不能错 包括客人的社会安全塔号码 都要去调查 报税的数字 都要去国税局调 然后再来就是说 银行的部分 或者是贷款机构的部分 会进行所谓的 Underwriting审批的动作 根据银行贩款的概念 我刚刚不是形容吗 像下一个盒子的 每个银行有不同的盒子吗 Underwriting角度就是 我根据我银行所要的 盒子的规格 我去看这个申请案件 是不是符合我这个银行 所制定的规格 万一有不符合规格 可不可以改 如果不可以修改 对不起 那我就要拒绝这个贷款 譬如说 这就是我们的Underwriting阶段 当然如果你是送 传统的贷款的话 像我们做很多传统贷款 我们是用电脑审批的方式 来进行加速这个流程 然后呢 中间本身还会所谓的QC QC就是Quality Control 会去调这个 我们怎么知道客人 有没有身份呢 客人跟我们讲说 他有身份 我们怎么知道 他有没有身份呢 我们要去国税局 去社会安全局 调他的Social Security 去调这个资料去Verify 然后这个房子 是不是在洪水区 这些东西都要做后续的 所以你不知道 后面有很多环节 在involve 那这部分当中 当然很重要 还有要叫估价报告 来决定这个 让银行看这个 抵押的物件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最后呢 就是安排 Closing跟放款 然后Closing放款之后 我刚刚说的 就是后续还有这个 Duty Liggy 还有这个后续的这个 整个Service的工作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 今天上课的一个重点 到前就是这张图 我们想要认识 传统住宅贷款的审批条件 也就是说银行用什么角度 去看你这个客人 能不能慢慢顺利申请贷款 这样说好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是个银行 你是个银行家 今天有两个人 同时上门来申请贷款 都是要申请一个50万的 住宅贷款 然后呢 有一个客人呢 他是在学校教书的 有稳定的收入 然后呢 名下没有房子 也没有什么 只有一部车子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欠债 然后信用状况也很好 那另外一个人呢 是自顾主 但是呢 收入不稳定 公司才开办没多久 两个人来找你借50万 你会选择哪一个 那你可能想说 当然选择这个 有稳定工作收入的 但是呢 银行看的时候 他有他的审便 他不能因为在美国的法案当中 也不可以根据 这个客人的肤色 或者甚至他的宗教信仰 或他的性别 或他的年龄 去歧视他 但是有几个条件 你是可以用来 来决定 你有没有办法来放款的 那什么样的条件呢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以传统住宅贷款来讲 就是个人信用 那所谓个人信用是什么 你说你怎么知道 我这个个人信用好或不好 在美国有一个很完整的制度 我们叫做信用分数 就是FICO 信用报告 基本上是由三家信用局 去追踪这个 这个人在金融机构的 往来的过程 比如说他过去 简单来讲 中国话就是 你有没有有借有还 你如果有借有还的话 那你基本上 你的信用分数就很好 可是如果你有借不还 也就是所谓你的欠债不还 或甚至更严重的 欠国税局的债 欠房地产公司贷款 经济的债 或者是有被 什么追逃 那对不起 你这就要不良记录 不良记录 你信用分数就拉得很低 那所以信用分数来讲 某种程度来讲 在贷款生意 然后办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 能取决你的贷款 能不能审核 能通过 因为很多贷款机构 它都有一个最低的 信用分数的要求 你一旦低于这个最低信用分数 基本上你是贷不到款 第二 如果你有重大的信用事件 比如说曾经破获产 曾经几年前 信用风暴的时候 有修sell法拍的记录 对不起 那你传统贷款 你也申请不到 因为你要过五年 或七年以上的时间 之后才有办法重新申请 那第三 你就是你信用分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你信用分数如果不好的话 直接影响就是你的利息 基本上现在每20分钟 每20分 现在信用分数是从300分到850分 可是大部分人区间是落在 500分到780分 800分左右的阶段 每20分 中间从500分 620分到740分 中间每20分 就决定了你的利息有差异 每20分 所以这个分数 实际上对大家有实质 决定的影响 那第二 我们看信用分数以后 再来看这个个人的收入 那个人收入 银行看的是什么 银行看的是两项因素 第一 你的收入稳不稳定 那你怎么知道稳不稳定 基本上银行就看你有没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那如果你有两年工作经验 中间换公司没有关系 可是你只要在同一个领域 范围服务的话 他就觉得你的工作算是比较稳定的 尤其是即使跳槽薪水增加的话 那是银行最喜欢看到的 那第二个如果你是自雇主的话 你公司有没有两年以上 报税的记录 报税的情况怎么样 那这是决定你稳不稳定 第二个因素就是说你收入够不够 那所谓的够不够是什么 银行会有个指标 就是说你的收入的标准 我们叫做debt to income ratio 你的收入在你的房产的支出 加你其他的负债支出 不得超过你总收入的45% 现在是个准则 是传统贷款的准则 一旦超过45% 对不起 你这个案子就过不了 那这部分呢 也是现在很多贷款批不下来的 最大的原因就在这方面 当然我们有 待会我会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有解套的方案 而且是非常好的方案 所以不查收入贷款方案 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资金储备 那资金储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 你说我要付10% 20%的投款 那基本上这10% 20%的投款 是指什么呢 不是指说你的人寿保险有多少 你的汽车有多少资产 银行想要看到是你的流动资产 是可以变现的资金有多少 你说你在所谓变现流动资金是什么 就是你在银行的定存 你在活期存款的存钱 还有你的CD 还有你的股票投资 股票投资这个到最后还是要打折 除非你卖掉 变成现金 那这个就可以算 基本上大家就可以想象是等同于现金 那这个现金储备呢 其实也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有其实很多人要买房的时候 临时跟亲友凑钱 我需要20万的投款 那我身上没那么多钱 东凑凑西凑凑 然后凑到这20万 然后拿去给银行 对不起银行是不接受的 尤其是你买投资房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自备款都要是自己的钱 不能跟亲友借贷钱 如果临时存进去的话 他会要求你提供这个钱的来源的证明 很多时候客人就是败在这一点 他没办法提供 他说我的朋友欠我钱 他现在要还我5万块 那银行会要求你说 那你可不可以提供给我 他当时给你的借据 还有这5万块总要付利息吧 你可不可以提供过去到现在以来的利息 他付给你的钱 如果你都能提供 银行就接受这5万块 是他还你的钱 如果不能提供 对不起这5万块 不只不能用 甚至有可能毁掉这个 整个账户里面的资产的情况 这个其实很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 我们现在讲这个资产储备的部分 那尤其是刚刚我讲一下 讲一下外国人贷款 外国人贷款当中 要求资产储备的金额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这部分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地产价值 地产价值就是本身物业的情况 如果这本身物业是那种破烂屋 然后客人要炒房的 那对不起银行也不借 为什么 因为一进去看马桶也没了 地板也坏了 然后呢 窗户也破了 然后那个controller offer 前几年很多这种房子一堆 因为赶走了这个房客 房客把房子里面的破坏的 就是破坏的很彻底 就不想让这个屋主好过 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不去维修他 在卖主不去维修他的话 对不起 银行也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房子 所以呢 我们简单的说 要认识传统贷款呢 就是说他几个条件 就是说你个人信用不能有重大不良记录 你要有足够的报税收入 第三个房屋贷款不能超过上限 像现在房利美今年的标准是42万4千块 超过以上叫做高净值贷款 就是到60万我再超过的话 就是所谓的jumle loan 那你在40万4以下的话 就符合房利美的程序 你可以顺利的一般申请到30年15年 固定贷款最好的利息 可是一旦超过这个金额 你就属于另外一种贷款产品 然后呢 一般融资的数目呢 要求你在10栋以下 那有些银行甚至你说 你跟我银行界 你只能融资四栋以下 所以每个银行要求都不一样 然后呢 我刚刚说的 投款资金至少要存在银行 满两个月 没有两个月的话 你这个钱是不能用的 那我们常常有个比例就是说 这个钱要放在生钱 你要放在银行里面 让它变成熟钱 那这样的话 这个钱银行才能说 如果才能承认说 这个钱是你的 是可以拿来做来买房子的 然后呢 我刚刚说的还有 就是需要30天以上 30天还算快的 有些银行我听过 这边我就不知 讲哪些的华智银行 有案子做三个月 还没有出来的 甚至有六个月以上的 就是卡在里头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附加限制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看呢 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怎么样的人 可以符合传统贷款 就是说 第一 你的信用分数 至少要在120倍以上 然后呢 我刚刚说 Debt to Income Ratio 你的收入要在一定的 报税收入 我刚刚说的是报税收入 银行会要去国税局 调你的报税记录 看你报了多少税 用那个税来承认你的收入 你至少要有45% 你的那个所谓的负债支出比例 除以你的Income部分 就在45%以下 很多华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他贷款没通过 然后呢 当payment要至少 很多人误解说当payment 至少要10%以上 事实上不需要的 事实上今年 房利美房利美 刚三月份的时候 刚出台一个方案 我待会会介绍 而且对大家非常非常有报酬 而且我强烈 赞成这个职人 他基本上是鼓励 鼓励这些 刚出来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士 去买房子 所以他现在要求的投款比例 只有多少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 也就是说我今天买50万的房子 我只要放1万5的投款 而且这1万5 完完全全可以父母给予的 然后呢 重点就是 等于说自己不用套药包 这是用于自住房子 低动 没有买房子 可以申请这样的贷款 而且呢 相对之下 他还不要求你银行 要额外的存款 以往都要有额外的生活储备 现在不需要 所以这个PROQ是刚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 为什么我们觉得 这个PROQ非常好 因为现在很多 迁徙世代的年轻人 很多父母现在家里有钱 但是他们有房子 那小孩子刚出来工作 那这些小孩子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们没有一个除气的习惯 基本上是个月光族 有多少花多少 虽然他收入很高 那父母看的时候会很紧张 因为你在这样下去 可能等到你中年 万一发生失业的 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一个资产 这时候父母可以鼓励他们说什么 好 你去买房子 百分之三 我帮你出然后强迫孩子把原来付给这个房租的支出来转换成累积他的资产 就去付房贷 尤其像我们公司所在的Pasadina 很多这样的族群 他们很多年轻人事实上是有足够的收入去买房子 可是他们不想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足绪 他们一直认为投款要百分之十以上 他们没有那个钱 他们也不想跟父母开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就错过了买房子最好的时机 那就一直在付高额的房租 然后等到有成家立业有小孩之后 才发现生活负担很大 可能那时候太迟了 没有完全的积累在房地产上面 所以这个Pasadina是我们现在主推的 而且对房地产经济很好 如果你刚刚帮助你的客人 尤其是你看到知道他们家的情况 父母的年纪大了 然后他们想退后 但是他们有小孩 你可以跟他们介绍这样 有这样一个目前政府在推行这样的方案 让他们去鼓励他们小孩购物 尤其华人 他们特别能够接受买房自产 然后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 陆续的大家看到所谓的 非传统的贷款类型 这些非传统的贷款类型 这些非传统的贷款类型不是一般银行 愿意乘坐的 就是有其他的金融机构 结合华尔街 然后看好房地产市场 愿意冒这个风险来做的 那包含哪些类型我们看一下 我大概简单的说过去 因为这个东西呢 相对的比较复杂 但是我在后面会大概跟他讲一下 大概有这以下几种 有所谓的散换 散换的意思是说你信用不好 分数在620分以下 曾经有不良记录 破产啊 法拍啊 短售啊 这些记录 这种在传统贷款当中 你没办法申请贷款 就第一关就是把你刷下来 这时候这样的 这样的贷款呢 现在出现了 当然它力气会比传统一贷 贷款相对比较高 但是可以做到贷款 那第二个所谓的 VOE或State Income Loan State Income Loan VOE的Program是什么 就是说我不需要看你的报税 来计算你的收入 我甚至只要你雇主出一封信 说你有多少收入 那这个 这个 这个职称跟薪资呢 在一个市场上合理的阶段 就可以了 那我刚刚说了 现在很多人不想把报税报高 为什么 因为怕申请不到 健保补助 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我手上就有很多客人这样 他们不愿意把他收入报高 因为一报高 他就拿不到健保补助 可是你不报高 对不起 贷款申请不下 所以申于左右为难的阶段 可这个Program出现 就完完全全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待会我会介绍一下 到底这样的贷款方案 是怎么样一个特色 甚至呢 我们现在正在跟一家 借款机那种接触 所谓的NoDuck 你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给我 完全不需要给我 你只要把你的名字 收贷卡号码给我 证明你是本人 我们就可以合发贷款给你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所谓的SA Departation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很多资产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他还原成他的收入 Face Frapping我待会会讲 就是给一些 如果你们手上掌握出这个客户群的话 也很好 因为你我很爱很多案子做 他们专门炒房 倒买倒卖的 专门去买破旧屋 翻新之后卖掉 好市场上很多这样的投资人 他们也在找贷款方案 有此哪些贷款方案可以找他 那最后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 第一个Rental Income Qualification 就是说很多人现在 尤其是加州华人 加州房子贵嘛 他跑到外州去 跑到Las Vegas去 跑到Arizona 买一堆很便宜的 或德州啊 北卡州啊 一栋房子十几二十万 然后靠租金收入 那以前他们都砸现金进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也带不到款 因为在外州 我们可以做全卖 单一住宅也好 打包贷款也好 我待会会介绍 完全而且完全不用看你的收入 跟个人的报税 甚至呢 我们不需要个人做担保 有些Program是不需要你个人做担保 我们只要看当地的租金 可以养得起你这个房子 付得起你贷款 我们就可以借钱给你 最高可以做到75%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现在一个 所谓Equity Based Lending 我们有个所谓的 Hard Money跟Portfolio Law Hard Money当然有时候觉得说 就是那种高利贷 其实我们的Hard Money跟人家不一样 待会我会介绍怎么样 我们利息相对低很多 外面的Hard Money 大概10到12 甚至到12以上的一个利息 我们的不到10% 而且我们没有提早还款的罚金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创造一个名词 就是说 这个叫快速结案的过桥贷款 过桥贷款就是说 我们帮助你在5到10天之内 利用这个贷款 拿到你的房子 然后呢 你随时银行的贷款接下来 你随时还我钱都没关系 我不会罚你任何一分钱 那这个可以帮助 很多房地产投资人 去抢到他们要的房子 因为有时候 这等于现金购物 你知道在市场上 如果你是现金购物的话 你胜算很大 如果你是要贷款 跟现金购物 你想房地产经济会选择哪一个 即使现金购物出价比较低 低个几万块 他会选择现金购物的 但你要怎么样 让你客人满足这个条件 待会我们也会讲 然后最后这个是 TPD跟No Country Bag 就是说很多时候客人 你觉得这个客人 看起来不是特别 这种不是特别好 就是银行贷款 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来找我们 因为我们的特殊方案很多 我可以根据这个客人的情况 先了解他的情况 我们所谓的TPD 他甚至还没有买 还没有看到喜欢的房子 我们银行已经预先 帮他批准过了 就跟他讲说 你的情况是符合 我们不查收入的 我们可以给你带到多少钱 我们已经把他批准过了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顺利去拿 还没有决定他要买什么房子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他在银行这边 可以拿到多少钱贷款 他就可以拿这个贷款书 去买这个房子 这跟外面一般所谓的 prequalify later 有点很大的不一样 prequalify later 他不是那么专业的去调查 符合你的概念 那我们是很精准的看到这个客人 而且会要求他提供 事先提供我们要求的文件 审核过之后 有我们的underwriter说 没问题了 那我们就贷款给他 所以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说其实所以实在在变化 像王老师这边 你看他整个 我上次来跟这次来 才不到半年嘛 半年多一点嘛 差不多吧 整个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实际上时代在变化 所以其实大家做 做生意 还要做事情 也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做事情 才会事半功倍 所以我们说我们都说 我们不要用传统方式做事情 为什么传统方式 很多时候传统经济方式就是说 客人找上门 他一定先问说 你有没有银行的贷款预先生命记 有哪一家银行 然后他来决定说 这个客人能不能带他去看房子 我们现在反过来思考 而是说你有一个客人想要买房子 虽然他还不知道他贷款 可是也许应该有方法帮助他 顺利拿到贷款 用这个方式去思考他 所以我们就不是被动性的 等到客人说 你要等这个 好像加太空钓鱼 院子上空 而且这个院子上空 这个鱼还要符合你规格的鱼 那对不起 市场上竞争这么多 那你的机会都丧失掉 因为好的客人 可能就被其他大牌的经济挖走 那可能找到你的客人 就是大牌经济不愿意服务的 觉得说这个客人 可能贷款都批不下来 他不服务他的 那这时候 这些买房的客人找上你 可是你有方案 帮他解决贷款问题 那你就可以帮他成交 所以我们说 其实我用两张图来比喻这个情况 就是说 你是用传统的钓竿钓鱼 还是你用网子 你用网子的话 各种鱼 只要你网子越密 各种大鱼小鱼 你就可以一网打尽 相对你就会收获满满 那我们现在讲说 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说 那到底有哪些 有类于传统的贷款 当话说话 像我们传统贷款 我们做的非常强 我个人大概结案上千个案子 我非常熟悉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如果你的客人有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拿到最好利息 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 我们希望我们的地产经纪朋友 他们可以尽量掌握出他们客源 那怎么样的贷款方案 我刚刚提到 第一个 我们现在几个主推的 几个贷款的方案 第一个 3%的头款 就是说 HOME PASS FOR HOME READY的Program 3%的头款 就可以去买房 尤其我刚刚说的 这些 可能刚步入职场 25岁到35岁 这些年轻族群 身上没什么积蓄 可能还在还学生贷款 可是呢 工程师 或者是高收入的 在这种金融公司上班 收入都很高 那这时候怎么办 找这个Program 我们可以帮他顺利取得贷款 然后第二个 刚刚我提到说 不用提供客人报税单 很多华人客人 他报税不高 可能就报个四五万 五六万 甚至七百万 想要去买 现在St. Gabriel 这边至少一栋房子都是随便五六十万 六七十万以上的房子 五六万你根本没办法做到贷款 批不下来 你DTI一定超过这个百分之次数 怎么办 可是他就是可以放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头款 存了很多钱 你就要走这个所谓的不查收入的贷款方案 然后我刚才说的State Income Loan 也是自顾组的最佳选择 然后自顾组的最佳选择 自己当公司开 当老板 我们不看你报税 因为我们知道公司老板很多时候 报税上面 不是报得很好看 那他是公司老板 也做了一两年 两年以上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个 就是完全什么都不需要 不需要查你报税 只要你有投款 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贷款 然后再来大家很关心的是外国人贷款 外国人贷款情况是怎么样 需要多少投款 我们的优势就在哪里 大家要跟他来讲 然后还有一个 我刚才提到过桥贷款 那我们先来看下一张图 一个一个介绍 我们的不查收入贷款方案 大家看到这个图 大家可能会很 amazing 我们的利息只要从4.625起 大家知道现在查收入的 投资物的贷款已经是4.5左右的 查收入的传统贷款是4.5 我们可以做到4.625 而且是7年固定的方案 7年固定 7年之内利息不动 30年瘫痪 怎么样人可以申请呢 你第一次买房的人就可以申请 我在美国买房子 第一次买房 第一次买房 我收入也不 我也没报什么收入 我们第一次买 我们第一次买房的人 就可以开始申请 然后呢 你可以用于买自住屋 买投资屋 买度假屋都可以 那我们不需要你提供报税单 跟薪资单 然后呢 甚至呢 不查收入 我们还可以帮你做套现 套最高可以套100万出来 可是呢 只能做到你物业的50%的程度 那怎么操作呢 事实上利息 基本利息是4.6 如果你是投资物的话 会往上加0.25 然后呢 如果你是要套现的话 还会加 利息还会往上加 那如果是自住屋的话 就只加一个0.25 那你的分数 一定要680分以上 那贷款金额多高呢 我可以跟Rogo讲 非常高 如果你买100万的房子 我们大概可以借你 最高可以借到70% 所以什么90万左右 9763 90万左右 770% 我们可以最高借到你 62万5 可以借到70% 所以其他人来讲 大概很多首次购物的 都会落入到这个区间 也就是说 走这不查收入贷款 你只要有30%的投款 你就可以入场 我们就可以贷款给你 前提就是你的收入 你的信用分数至少要680 然后呢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你的工资 你的工资 我们不用看你的报税单 但是你的职位 跟我们去查市场上的 应该要make sense 他的收入 你不会说你在麦刚刚打工 你一个月有七八千块 不合理 可是你说你是公司的销售经理 一个月有七八千块 我们可以接受 只要老板出一封信 说你有七八千块 我们就已经能够接受 然后呢 另外一部分 自雇主更简单 自雇主 你什么都不要提供 你只要跟我们 写一个 会计师给我们一封信 说你是自雇主 公司百分之百你的 你公司开两年以上 然后呢 你再给我们一个 这个到这细节部分 我会教大家 因为这边有录影 我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呢 但是我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好 如果你是买 150万左右的房子的话 150万 我们只要你放 百分之三十五的头款 先分出一样 六百八以上 我们就可以做 甚至呢 我们还可以说 你不够的部分呢 五组借给你 都还可以 所以事实上 你可能只要放 百分之二十五的头款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二到四个单位 也可以做 二到四个单位的话 你就是放四成的头款 分出要六百八以上 这个program很重要 我们认为这个program 现在是市场上 最好的不查收入的program 甚至比一些银行还要好 为什么 一些银行不查收入program 像华美银行的话 百分之四十的头款 而且只有几年 一到三年之间固定利息 利息还不一定有这个好 它没办法拉七年的时间 而且时间又拖得比较久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program 大家一定要特别记住 那第二个 过桥贷款 这个也是我们的强达 一个主要的一个强达的方案 这个过桥贷款方案呢 因为法律的问题 它不能做自租 它只能做投资 投资屋 你必须个人要一个自租屋的房子 之后你就可以申请过桥贷款 去买其他的房子 但是呢 就是我的假如明白 就是你至少名下要一栋房子 至于你买下栋房子 我们说那个是投资屋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快速放款吧 五到七的工作天之内 我们就可以结案 贷款文件就可以收到X扣去 你就准备放款 所以非常非常的快速 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个条件就是说 你至少要放百分之四十的头款 然后呢 利息是从7.9到9.9 看区域 我们有偏好的区域 如果是在LA Arcadia Pasalina Orange County 这些 St Gabriel County 甚至7.9就有可能拿到 然后重点是只要付利息 还有最后重点是 这个过桥贷款方案 事实上主要帮助你 是快速拿到这个房子 如果等到你 譬如说像有些客人说 我15年的报税不怎么样 可我16年的报税 报的比较好 他报的比较好 事实上他可以走这种查收入贷款 可是他知道16年的报税才刚报 可能都还没有弄好 快速才刚开始准备 他还没报上去 银行还不能用你16年的报税资料 怎么办 又想买房子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说 所谓的过桥贷款 我们先帮你借给你钱 那你顺利也买到房子 等到你过桥贷款 等到你那个银行报税出了 2019年报税出来之后 银行贷款批下之后 你马上就可以换掉 那这个等于说是 我们说一个短工跟长工的武器 对客人来讲 而且等他算下一个月的利息 不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好的除以十二 一个月的利息0.75而已 你甚至一个月借了之后 隔个月马上还都没问题 我们这个program的强项 是没有提早罚金 跟外面的Harmoney不一样 外面所谓的Harmoney 就是说他也是私人贷款 他当一般都至少你要 付这个高额利息 要百分之六个月以上 那你这样的话 客人是无形的 他的资金成本相对的变高 那我们这个没有提早还款的罚金 所以等于说 对客人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工具 那我们最高金额 我们看到说 这还有很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适用做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当这个program 我们主打的是 现在目前以加州为主 然后我们可以做这种公寓楼 如果你要买公寓楼 办公楼 然后还有甚至买土地的话 还要买这个你要买商业楼 商业楼里面是没住户的 这一般传统银行贷款 都不做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帮你做 然后让你顺利买到房子 然后最高可以借到你三千万 最低的金额是25万的金额 最高到三千万 然后呢 很重要一点 我们不需要你提供个人担保 所以如果一个有经验的房地产投资人的话 他有时候看到市场 要有一些好机会 有时候好机会 因为在市场上一种急事 很快就被人家 很快就被人家抢走的情况之下 你拿到这个物业 其实是可以 以后他可以翻倍的潜力的时候 他事实上 应该用这个program 顺利把房子抢下来 不然的话 你是透过传统银行贷款 可能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商业办公楼 他是因为某种原因 租客都掰出去 没有租客在里头 这种情况 银行不会借给你任何一毛钱 没有银行 没有一家银行会借你 因为是他们叫vacom building 就是说里面没有人住的 那可是vacom building 不代表他没有价值 如果一个也有眼光的投资人觉得 下次vacom我就可以用低价收购他 我再用低价去吸引租客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客人 用570万买了芝加克一栋 商业不动了 我们叫distressed commercial property 570万 一年之后 我们帮他重整这个物业 增值到1200万 有多少人一辈子有这样的机会 比重乐透还难吧 570万的房子 一年之后变到1200万 就是这样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 他后面的financing的这个support 就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这样客人 只要卖掉这个房子之后 基本上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退休了 就是一个案子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我刚刚提到 现在一个趋势是 大家会开始到外周去 事实上我们从经济分析来讲 我们也看好 美国中西部一些属于 比较不像东西两岸部的一些中西部的这些城市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油业铁 油业园的开发 会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 尤其德州现在非常的火热 房子的平均销售的这个周期 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左右就卖光光了 就让库存量已经降到差不多1.5个月以下 那这种情况下 这些地方的房子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而且加上很多公司的这个总部都会迁徙到这些地方去 因为没有周税相对的法律上的增值 加上现在特朗普总统的口号就是 把制造业回归到美国 所以他有很多政策上面会鼓励这些中西部的周 然后经济发展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眼光开始 把这个资金移到所谓的二线城市 或者是其他州里面 那这种情况很多时候 他找到适当的管道 事实上他能够收购的就有限 我举个例子 Michael是从Las Vegas来的 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金融份报发生的时候 我知道Las Vegas的房地产跌了一套 很多房子不到10万块 在市场上清仓出售 可是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一家银行 愿意乘坐Las Vegas的贷款 所以那时候去买房的 去Las Vegas买房的 几乎都得用现金 我听到那时候我们有客人 我很多客人 有些客人一口气少了10栋 20栋30栋 还有客人买了100栋 但是口袋深 所以全部用现金买 全部用现金买 可是那时候买房子 他们平均价格大概8万到9万 可是Las Vegas现在房子价格多少 89万没有了 现在大概是120万 至少是一二十万的价格 才从08年 不要说08年 10年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情况 到现在 不过短暂六七年间至少翻一倍 那想想看 这些人翻一倍之后怎么办 房子在那边卖还是不卖 有些人就套现买了 那有些客人说 那我还要撑 他不需要卖的时候 他可以走我们这个program 我们叫做全美出租投资住宅 集合贷款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可以 你可以给我们几个物业 比如说这个客人手上有20个物业 那他就想说好20个物业 我现在需要200万的资金 或者100万的资金 我拿10户给你抵押 我申请一个贷款 我们可以操作 而且呢我完全不看你个人的报税 也不看你的个人的担保 我们只用物业本身的租金收入 我们帮你做一个贷款 我们至少要做每一个贷 每一笔贷款要做30万以上 因为要打包成这个贷款的文件 卖给投资人的话 有一个最低的金额要求 但是完全不靠 不看你个人报税 而且我们可以套现 最高套到75%以上 所以想看 如果当时买20个投资物 在Las Vegas 平均一个房价10万块好了 当时他的成本20栋是200万 200万金字进去了 翻一遍变400万 400万帮他套75%出来的时候 他可以拿300万出来 本金回来还多了一个100万 房子还是他的 他还是可以拿安稳的拿租金 拿当租金去付贷款的利息 房子可以不用卖 因为如果他认为Las Vegas 现在我们因为美国经济在发展 Las Vegas的价格还会往上走 他舍不得卖 他就后住了 但是呢他又不想放弃这机会 拿这300万再去德州买什么 买商业楼 他的资金又火了 那对贷款经济来讲 你们的好处在哪里 客人有钱了 他就可以买房了 买房了你们就有生意的机会了 所以你们这是帮客人 把死前变活前一个管道 透过贷款 所以这个利息呢 是从5.5到7.5之间开始 然后呢这边是一些 关于贷款的一些操作程序 那我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还有一个这种情况 是跟刚刚那边有点类似 又不太类似 就是说单一住宅 单一住宅就是说 如果我也是一样 我报税 我不想给银行看到我的报税 我也不想你跟我报税资料 像我们目前的总统就是 还没给全世界的人知道 他报税是报的怎么样 他也可以升级这个贷款 如果他要买一个单一住宅的 出投资屋的话 那我们就是最高 只要你要付两成就可以了 付两成我们就可以带给你 但前一日那个租金要能够符合 这个负责起这个贷款 那什么时候 在德州啊 你知道40万的房子 德州是等于可以买豪宅 在加州什么都不是 你可能则买一个condo 只是40万的 你在德州是买一个 两三千尺 三四千尺的豪宅 而且很漂亮 那德州现在 尤其有些地区 像如果可以叫做 Houston还有Dollars 的市中心部分 现在呢需求都公务 公务营求 所以房租集结的上升 那这时候呢 你去挑一个好的 全新的买下来 然后呢 尤其这种什么 适用什么 外国人 然后还有一些本地人 想要去投资的 你都可以做这个破鬼 为什么你设一个公司 我们就可以帮你操作 外国人也可以设公司 然后呢 我们再跟大家提议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推的贷款方法 都是针对这个市场上有需求 而且是很适合投资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房屋翻修 简单来说是炒房 像市场上很多人在所谓的 做这种破旧屋 买下来之后呢 把它翻新 里面弄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再以新 类似像新屋的价格方向式 那操作得好的话 它利润空间都很惊人 我们看到今天看到一个 30万入场 它转手卖就要卖49万50万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拿到很便宜 他转手就要卖50万 因为50万是市场上街 那像这些操作的投资人 他不是只有操作一个案子 那同时操作5个10个 甚至更多个 他们需要直接链 support他们 那我们也可以做到 我们每笔贷款最高可以放到100万 然后呢 只需要他放25%的投款 买下25% 剩下75%完全借给他 那我们只收利息 甚至针对这样有经验的投资人 我们甚至之前就给他一个信用额度 我们就给他说 我们拼你100万 因为你很 跟我们往来很很顺畅 有借有华 而且我们知道你是有资产的人 我们借给你100万的额度 那额度是什么 当你要去抢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随时开张支票出去就买了 不需要通过我们的同意 开张支票出去 我们这边直接放款给esco 直接付给你 然后呢 我们看下一张图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的优势在哪 我们公司就说 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典型的贷款之外呢 我们可以做多样且弹性的贷款方案 各位刚刚听我的这个简介当中 可以知道 我们的贷款方案 就是一般传统 银行没办法做的 为什么没办法做 因为银行有它的要求 而且是先天的要求 改变不了 比如说要个人担保 要查报税 然后呢 有房屋贷款金额的限制 像这些方案呢 就事实上就 他们就 我们说 那个客人的条件 就fit不出他的 他这个盒子的规格 那我们呢 有各式各样的盒子 所以你客人来 我们可以知道 他适合怎样的 的贷款方案 然后能够预先批给他 所以我们可以从 我们这边他们讲的 大家从右上角看 我们从住宅贷款 不查收入的 我们可以做 到一到四个单位投资物 可以做 而且重点是 我们不只做加州 我们还可以做全 那很多时候 做一个贷款经济 你们可以 也可以跟着外州的经济合作 因为你把客人带给他们 他们也很希望 在加州有当地的客人 我看到很多外州的经济 每个月都跑来 或每一周跑来美国 加州这边办saming 为什么 因为加州的客人有钱 而且相对之下 他们当地的房价 实在便宜太多了 所以他们特地过来 吸引这边的客人 你可以跟他们合作 怎么合作 就是说你可以把客人 借到给他们 当商业贷款当中 收reflow fee是合法的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做这个贷款 为什么 因为客人不可能 为了贷款是一天到晚 要飞过去 我们贷款就在加州 帮他搞定 所以我们可以做 住宅 可以做一到四个单位 也可以做公寓 公寓的话 我可以说我们公寓的贷款方案 是我们主打是整个西岸地区 西岸地区的 只要在不差的位置上 我们的公寓贷款是 可以说是整个加州 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的利息 没有银行可以比得过我们 然后再来就是 commercial office commercial我要提 特别一样 就是说很多华人都是自雇主 自雇主的老板 其实是属于一个很好的族群 什么样的族群 事实上他们常常 口袋里面有资金 然后他们也想投资房地产 那所谓投资房地产 通常会跟他们的业务有关 他们可能想买自己一个办公楼 或者是他们手上有个一两百万 他想买一个所谓的这种 不动所谓的shopping center 小的shopping center 或者是骄傲站 他想要增加他的这种投资范围 那这些情况之下 你们可以协助这个 像这种客人 往往他的案子太小 如果你到主流银行 比如说UHS City的时候 事实上是做不了的 为什么 对他们来讲 这不是他们的box里面的范围之内 某一个大银行的rep跟我们讲说 如果没有五百万的贷款金 你不要来找我 那问题是这些中小企业组 他就是有这要买一两百万的物业在里头 然后呢 他可能他的报税才会就不好看 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可以做commercial不差收入的 不管是过小贷款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只看租金的贷款 我们都可以帮他做 甚至我们可以帮他做 所谓的SBA Loan 这个东西就涉及到 他的财务上面的规划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想象 是做Construction Loan Construction Loan 我刚才提到的 加州现在的房子更不应求 所以现在赚钱的管道 是在土地开发跟建设的部分 那个部分的货益空间比较大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可是呢 要求的这种贷款的风险 相对比较高 难度也比较高 所以呢 客人有时候他的条件上面 要满足银行的条件 其实很难 尤其是今年度 大部分的银行都拒绝在批新的 就难道 因为去年做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有客人有这方面需求 来找我 我可以帮他们来安排 有需要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 所以呢 事实上 德胜金融 我们是小型企业主的 最好的一个融资管道 为什么 因为小型企业主老板通常没有时间 他没有办法跟一家银行 就是花太多时间 尤其是花了很多时间 这个银行 他跟你讲说东西不能住 那事实上 市场上有很多的银行 针对不同的银行 像我们现在就有一个program 我在这个pal point里没有讲 就是说像现在大家知道 有所谓的养老的市场 所谓的assistant living 很多在南加州有这样的寻求 就是年纪大了 政府也愿意补助 一月可以补助两三千块 你就住到一个养老院里面 然后可能就是很多美国的 南加州的养老院 是属于那种 他用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 里面可能所以四个到六个老人家 有请个看物在住 那这时候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贷款给他们 现在市场上是没人在做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这种针对这些需求 我们做这个 做一个配套的一个相对的融资 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贷款需 贷款的方案 我们有住宅贷款 我们有商业普通商贷款 在贷款方面的话 我们传统的贷款 我们可以超多些 我们速度很快 大概25天我们就可以放款 然后呢 我们像3%的投款的方案也有 然后如果要走传统贷款的话 你一年的报税 我们就可以帮你做 不需要看两年 然后我们甚至有客人说 他现金买 因为要抢房 他自己现金买 一买完 我们隔天就帮他申请套欠贷款 把他的钱拿出来 这我们也可以做 然后呢 我们一天跟他见面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决定他能不能 能够做到怎么样贷款程度 然后如果你是学校刚毕业 大庄刚毕业的话 你只要毕业买一个月 有工作拿到第一个月薪资贷 我们就不需要你两年的工作金 我们也可以帮你做贷款 这是住宅贷款 然后商业不动产贷款方面的话 投款从百分之十十五 不到筛数都可以做 这看物业本身的情况跟条件 那如果你是要 我们常鼓励中小企业老板 尤其像律师啊 这些他自己花很多钱 花很多钱 六七千块一个月 租一个漂亮办公室 像六七千块的话 七八千块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一两百万的 商业不动楼 然后我们来自己用自己来贴补自己 这个我们也可以操作 然后甚至我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做土地贷款 现在土地贷款是 市场上找不到银行做 那可是土地 非常的物以稀为贵 你要买对一块土地 你的你的获利机会是 可能是 不要说两三倍的 可能可能还更高 尤其现在加州通过大马 娱乐性大马 那有些City的部分 现在要省了通过 那个地方的土地 现在都自首可认 那有些人就抓住这张机会 先去买地 因为当然将来以后可以中大马 那这种部分 一块好的地 如果是将来 因为法规关系开放的话 它地价会翻倍 有我们看到报纸上 有报道过一个地 不到三年翻涨将近五倍的阶段 那你要买地 对不起 没有银行运用贷款给你 一块地可能是 少说几十万 上说上百万 甚至上千万 我们有个客人就是 他说一块地 将近要一千万 很大四百万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没有银行在后面支持你的话 你怎么拿下这个物业 我们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 而且帮你顺利的拿到贷款 然后呢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所以我说 其实一提两面 我常常跟我公司的同仁讲说 我们的客户不是那些申请贷款的人 我们的客户是什么 是地产经纪 为什么 因为是地产经纪会持续把客户带给我们 所以我们真正的客户是地产经纪 我们对客户地产经纪是做到最大的支持 跟最大的服务 所以很多时候地产经纪会一直找我们 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需要过滤这个客人 他需要我们帮他写贷款预便申请信 他要了解这个客人的状况 他会把他为了维护他跟客人的关系 他不会他不能直接跟客人问很多问题 他把客人交给我们 让我们帮他过滤 然后呢我们跟他回报这个客人情况怎么样 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很热意跟这个地产经纪分享 我们现在有哪些贷款方案 协助他们 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之内面对客户的时候就知道说 我可以帮助客人 Can可以帮我做贷款 这客人呢 我不是用钓杆去钓鱼 我是用网去去网住这个客人 这客人呢 能够只有 你要想看 如果一个地产经纪他提供的附加价值是 除了帮客人找好的投资方案之外 投资的房源之外 他还可以帮客人找到一个好的贷款管道 那对客人来讲 他就是很棒的一个地产经纪 因为什么会强地产经纪提供不了这样的服务给他 他要自己去跟银行打交道 然后碰的交头烂额的 可能还要碰一笔智慧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很费心费力 还要很整个过程就很挫折 但是如果你让他在这方面很流畅很顺利的话 他会很感激你 甚至一栋两栋三栋 像我刚刚说的 我不查他报税收入 只要他有钱 他就可以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从加州买到别州 买到全美国去 但我们现在还没做到那么大 可以做到全世界 至少全美国 我们都可以做到他的贷款 那所以呢 地产经纪需要找一个合作的 可靠的融资伴侣 融资伙伴 然后怎么说呢 我现在用一张图给大家看 就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地产经纪 那对不起你要上战场的时候 你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拿一把刀 拿一把藍波刀 然后呢 一身武艺 可是对不起你面对的敌人 在前面 可是我们是大概有什么角色 我们提供你子弹 我们帮助你客人有他的资金管道 让他可以买到他的房子 而且你客人如果有刷一头的话 他有一栋房子可以滚 他一直都跟着你 为什么 因为你解决他弹药的问题 他就一直在找你 他赚了钱 他就在滚 然后呢 重点是我们跟你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是teamwalk 我们会知道 我们会跟你们讲 什么目前的贷款趋势 而且我们每年都会定期分析 像Michael知道 我们都会分析整个市场的前瞻 我们知道客人会往哪个方向走 因为银行是怎么样看这个市场 然后哪些 在我们有任何风吹场上 我们会第一时间让地产经济知道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挺 我们就一个高科技的团队 所以我们在作战的时候 是大家在一体的 所以你是要单打赤身肉体的 赤身跟敌人搏斗呢 还是你要像这个图一样 你是一个团队 有主机枪 有望远镜 有弹药无限的攻击 帮助你 哪一个地方可以 就是智迪先生 是怎么样一个团队 所以呢 好 所以呢 我刚刚说了 所谓的team是什么 team的standard 就是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 more 就是说我们一个team 就是大家加在一起 一加一大于二 而且可以创造的更多 这是我们所谓的team的这个一个定义 你看到这一切的眼神 全你用力的手 是在一起的 不是我们的手 使用力的手 是对面的方法 也做得到 就是一种力的手 都用力的手